国兵里车之后 三军总司令邀请新任命的大使 乘坐他的帆船出海停游 从我们这儿到古巴大概是90秒 然后我们就随着 因为据三军总司令说 鸡尾斯特也就是海洛共和国这边 是有着全美最美的落日 所以他邀请我们上了他的军舰 他的军船 就是他的船 他私人的船 然后我们一起出海 然后去等待最美的落日 我们坐着海螺共和国的战舰 上面飞着海螺的战斗机 我和老张都特别特别喜欢这的 两个老人家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 真的是充满了快乐 其实你说他是个笑话 后来跟他们一直接触 我发现这个 这不是笑话 这是一种 应该叫幽默 用幽默来解决问题 用幽默来解决 自己真正遇到的问题 二代西河梁红眼里 这一对国家的政要 变成了普通的夫妇 他们对海螺共和国 和这里生活的人们 也有了真正的了解 其实从海螺共和国 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 认为他是个国家 然后见到他们的 国家的所有 副国级 及正国级的领导之后 觉得他们是个笑话 再后来发现 他们用幽默的方式 来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这些困难 再后来 其实那是他们的 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是他们的 一种生活态度 我非常认同 我老爷子说的一句话 就是他说 海螺共和国 最好的武器就是幽默 他们希望用幽默 来表达自己 对生活的这种态度 他们也希望幽默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 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